南台湾地震震垮很多大楼 刚刚提到很多人在注重视到的是 老旧房屋的结构问题 内政部长前部长李鸿源就说了 三年前他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就调查了 如果遭遇大地震 全台可能会出现房屋大量倒塌的危险地区 这其中台北新北跟台南都有 他建议这些地区如果有结构脆弱的老房子 都应该要尽速改建或是都更 但是后来该做的事通通都没做 也让李鸿源非常的感慨 认为台湾缺乏房灾头脑 小年夜地牛翻身 正垮台南围观金龙大楼 宛如破碎的豆腐躺在地面上 但这场灾难其实早有人预言 三年前吧 这个国家地震中心就针对台湾的 土壤液化浅势区做了一个模拟 结果全台湾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台北新北跟台南 万一台北发生一个像台南的这一次的地震 我们倒掉的这个房子可能会超过4500户 三年前全台土壤液化调查报告出炉 指出地震过后会变成围楼 甚至倒塌的未爆弹 不只有台南 还包括台北市的士林北投大同中山万华区 新北市 新庄 三重 卢州 泰山 五谷等地区 其中台北市围盆地地形 人口密度高 再加上土壤液化 一旦发生像台南这次一样规模的地震 恐怕就有4000户房子倒塌 死亡人数恐怕达上万人 人命关天 台湾地震频繁 预防绝对剩余治疗 台南围贯金融大楼倒塌 一再提醒我们 台湾还有更多潜在的倒塌围楼 需要赶紧找出分类与分级修补 在下一次地震来临之前 将伤亡降到最低 推动防灾政策已是可不容坏 UDN TV 李文浩 邱惠恩 台北报导